目前在花莲文创园区展出的桃花园桃艺大展 有十位花东地区的桃艺家和东华大学艺创系师生精彩作品 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 而且都是最新作品和最满意的创作 今天先带您来欣赏新传奖得主李鸿斌 还有桃艺大师寿兆年的展区主题 新传奖得主李鸿斌他的桃艺是经典之作 这次在桃花园大展当中 李鸿斌的展区是以新火相传为主题 将生活器皿中融入鱼的元素 让人感受到活泼欢欣的喜悦 基本上来讲我还是用一贯的表现手法 以鱼为主题 虽然它有茶席或者是花气 基本上来讲我都会把鱼的元素加进去 对 所以是很融合在生活 是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这次有十个人展 那就是产现让它多元化 如果说每个人的作品都是它一样的话 就可能比较没有什么样的看头 所以我就以鱼为主了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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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财烧大师寿兆年也展现了最无法掌握的控摇技术 我这次的作品主要是展现要展现这个烧摇的那个控摇技术 因为用火焰来作画 在那个胚体上面作画 所以我这次准备的有上钥的自野财烧 跟没有上钥的 完全无上钥的背钱财烧 可以做让大家观众能够在这个作品上面来比照一下 有上钥的跟没上钥的在财烧的状态之下 火的展现的纹路是什么样的呈现 财烧的作品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我们只能说把杯上好做好以后 然后把它上钥以后或是没有上钥送到摇里面以后 之后会出来是什么颜色 就交由摇神来决定 李鸿斌的新火相传主题区有各式精彩的陶鱼作品 小到茶杯大到茶桌 都可以感受到鱼悠游自在的欢喜情趣 寿兆年的五春陶舍可以看到火焰灰飞 落在陶杯上的惊艳美感 让人感受到如同大师开摇时所看到的惊喜与欢心 李鸿斌和寿兆年最新陶作品 目前就在花莲文创园区第六栋展出 欢迎喜爱陶艺创作的朋友 把我机会前往摘观欣赏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